大家好,欢迎收听生奇异普通话频道。 有人说,一个国家在灭亡之前,通常都会出现很多天灾人祸。 而中国在这几年就是特别多天灾人祸。 在农历新年之前,北京的发生汽车爆炸,据说是因为有股民输了股票,所以报复社会。 在公交车上放炸弹,这些就是人祸。 但是还远不止这样,昨天又来了一宗,而且也是一样。 据说是输了股票的人驾驶着大型货船撞向南沙的其中一座桥墩。 结果有人掉到船上,也有人掉进了水里,造成了几个人死亡,还有几个人失踪。 还有在河北的星台也发生爆炸,也是因为股民输了钱而报复社会。 这些事情好像每一天都在发生。 不只是这样,现在在东北冷到了零下四十多度,新疆也是很冷,内蒙古也是冷得不得了。 在新年之后,有很多人开车回乡,结果在湖北和湖南一带,有很多人都在高速公路上抛锚了,造成了大堵塞。 不知道有没有冻死人,反正十分严重,那么多的灾难,现在又来了一宗,而且还不是一宗,而是一系列。 贵州很多地方也发生山林大火,范围包括贵阳,碧阶,安顺,六盘水,前夕,前南不一族,鸟族自治州。 几乎有半个贵州已经烧着了,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,有很多人的家当被烧。 但是中国的媒体根本不报道,当地政府似乎是要隐瞒这件事,一路都在压着。 不让说,我们从一些外国的媒体,包括大纪元,包括台湾的媒体,还有西方媒体,还有在推特上看到,贵州的山火在2月18日爆发,今天已经是2月23日,已经烧了5天,现在还没有熄灭。 山火连绵不绝,到处火光熊熊,宛如地狱一般。 适逢金十年,是一个寒春,草木很干燥,贵州又是山脉相连,风势强劲,结果一发不可收拾。 现在整个贵州已经变成了火焰山,一共有20多个地方,分别是安顺,土安,尊义,贵阳,水城,碧杰,至今,罗电,潭州,镇远,击沙,龙里,汇水, 兴人,独山,水城,纳庸,西风,利波,六支,关岭,仁淮,大坊,中山,石迁,足足有25个地方,全部被点着。 从山火发生的地点来看,几乎有半个省被波及,但是中国官媒大部分都不报道,只是说有个别地方起火,火势受控,部分火灾发生的原因就是上坟祭祀,乱扔烟头,焚烧撒草等等。 结果不只是这样,他们几乎是想要隐瞒这件事,而且还刻意在媒体上放出一些阴谋论,说是美国间谍干的,有的就说城市日本间谍,如果相同逻辑,你自己的地方发生山火就说是别人干的。 那为什么美国的山火不关你们的事?去年的加州的山火十分严重,烧了几个月,澳洲也一样,也是烧了几个月,那是不是你们放的火?套用你们的逻辑,肯定是你们干的。 而且,也有人怀疑是有人故意放火。内地曾经有一个媒体报道,说是有一个人是因为面对不公的情况,不知道是不是输了股票,所以要发泄,就上山放火,之后被捕了。 但是这段消息很快就被删除了,现在已经找不到那段新闻,结果有大量的人只能够在X平台上求救,根本搞不定。 欢迎,听众们。今天,我们将深入了解在线安全的世界,聚焦一款备受主目的,VPN Surfshark。 在众多VPN中, Surfshark以其超值功能和良好口碑脱颖而出。但真正的问题是,它究竟能提供多少保护呢? 现在,让我们谈谈功能。 Surfshark迎合VPN新手和老手。 具有异于导航的界面,它涵盖了所有基础功能,同时保持高速连接。 突出的功能是什么? Surfshark允许您在一个账户下连接无线数量的设备。 不需要多个订阅,这是一个适合家庭的VPN解决方案。 安全至关重要。 Surfshark采用256位加密,几乎无法破解。 而且最重要的是,严格的无日之政策,确保您的数据始终属于您自己。 关于速度是否有疑问,即使在远程服务器上, Surfshark仍然保持稳定的连接,仅有5%的速度下降。 它是您快速下载,无缝游戏和无缓冲流媒体的版本。 大陆的其中一个小粉红爆出阴谋论,将矛头指向日本,往上流传。 因为中国停止了跟日本的中草药交易。 而贵州是中国四大中药材的生产地区之一。 所以,怀疑有时日本间谍怀恨在心而纵火。 这种事情讲出来真的是十分离谱。 日本人怎么会做这种事? 只有你们才会。 光是看在武汉肺炎期间,人家穿着汉服去到处筹款,处去呼吁。 结果你却每一件事都是反过来奔将仇报。 现在,中共在不断血染日军侵华。 实际上,中国共产党杀的人比日军多了不知道多少。 如果要仇恨的话,每一个共产党人都是应该是被仇恨的对象。 大陆对这些灾难只字不提。 甚至故意编造出一些谎言。 说是日本间谍,美国间谍等等。 但是,他们就却目光全部转移到了去关心八卦新闻。 最近爆出了一则新闻。 就是在上海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张老师出轨,跟一个十六岁的男学生有染。 结果他老公忍不住,就揭穿他。 举报了自己的老婆。 当然,这宗新闻吵得很热。 有很多情欲对话,我们不方便在这里讲。 现在,大陆专门去用一种八卦新闻,桃色丑闻,或者是其他的消息去盖过了在中国发生的不公益事件。 例如报复社会,中国出现了大量的报复社会,包括山东日照的五家人灭门惨案。 我们也想想一下,但是太多了。 原来不止一宗,这些灭门惨案值得数不胜数。 中国社会极端的不公平。 我还看到了另外一宗灭门案。 只是为了六千元。 有一个人是做装修的,帮西遇杀。 结果对方收了他的货,但是却不愿付全款。 说好了要付一万一千元,但是最后只付了五千元。 他说我只有五千元,其他的被亲戚拿走了。 亲戚拿走了你就可以不付钱吗? 可以赖账吗? 还说你要找,就找我亲戚要钱去。 结果他一直赖账。 拖了人家两年,搞得人家几乎每米下锅了。 但是他不是没钱,而且钱还不少。 他的儿子是做生意的,每年能赚一百多万。 生活没满,但是人家的救命钱你也不付。 结果人家一冲动起来,把他全家给灭门了。 连小孩子也没有放过。 这种事情在大陆每天都在发生。 当然,大陆人也不是全部都是坏人。 也有很多好人存在。 问题是,我们看到很多不公的事情。 就是因为那些人有恃无恐。 社会没有一个正义的地方让人宣泄。 想透过司法途径来解决问题,根本不可能。 人家有势力。 你是穷人。 你根本没办法运用司法。 当社会不公。 没有人会帮你伸张正义的时候,就要靠自己了。 这也是一个末世的征兆。 现在大陆的天灾和人祸已经达到了亡国的等级。 你不可能想到一把火就烧掉了半个贵州。 一场雪灾把所有的特斯拉冻在了路上。 过百万人在高速公路上面挨冻。 一挨就是三四天。 这可不是正常人能够说得了的。 零下石端二十度很容易会冻死。 结果政府也是不作为。 叫政府去扫雪。 他们就找人去演戏。 每一次只会摆拍。 只会演戏。 对人民的死活不闻不问。 有这样的政府。 不亡国就有鬼了。 现在大陆每一天都在发生这种天灾人祸。 我们讲得多了。 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我们在重复就是一般。 事实上不是重复。 有很多都是新的。 贵州这件事是新的。 为什么人们只会关心女教师出轨的男学生这种事? 但是应该要关心的事情却毫不关心。 那些八卦和桃色丑闻之类的东西天天都有。 在台湾每一天也都有桃色新闻。 非常离谱。 原因是人家台湾人们富裕。 人们的地方很太平。 虽然偶尔会有枪战。 但是人家相对来说没有你这么离谱。 台湾也有很多灾难。 一点也不比大陆少。 问题是他们起码有媒体去曝光。 政府不会指手遮天。 但是大陆不一样。 大陆真的是可以指手遮天。 天灾人祸他们不报道。 所有发生的大事他们不报报道。 但是却故意引导你去看哪个明星包二奶。 哪个明星是失得一人。 故意把你的注意力引在了那里去。 所以中国人就是那么命苦。 何时才会出现陈胜吴广? 没有人知道。 不过像现在这样的环境。 张献忠。 李自成就一定会有。 而且随着现在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差。 报复社会。 民间互害的事情也会越来越多。 灭门残案多得数都数不完。 搞得我们都不知道讲哪一宗才好。 实在是太多了。 所以在大陆的朋友最重要的就是小心。 个人的安全最重要。 这两年是中共最危险的两年。 所以大家能走的就赶紧走。 走不了的就要想办法避祸。 避开那些危险的地方和人。 这一节暂时先讲到这里。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,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。 同时开启通知小铃铛。 以获得我们频道最新的动向和内容。 我们诚意邀请经济许可的朋友订阅。 Patreon。 大家也可以用免费模式支持我们。 帮我们欣赏广告。 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。 与我们互动。 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您的亲戚朋友。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。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